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138课 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的第三个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 第二十章第八节到十节 进入到第三卷当中 我们已经多处重复了这些内容 讲到了信心 悔改重生 基督徒的生活 诚意 以及基督徒的自由 然后就谈到了这个祷告 祷告后面我们将也谈这个拣选和复活的内容 那么关于祷告的内容 我们谈到了这个四个规则 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我们首先谈到了这个超越自己的心思意念 也就是说 不只是专注于自己所想的 自己所追求的 要提升自己的意念 使自己的意念更加呵护神的心意 然后第二 恳求我们必要的却没有的 我们所缺乏的 但是我们需要的 带着恳切的态度 不是不冷不热的 松散的 懈怠的那种态度 或者行事的 冷漠的 这样的态度祷告 而是迫切的 热切的 恳切的 深深的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然后真正的 在神的面前去仰望神的恩典 然后寻求祂的帮助 热切的 不是不冷不热的 那今天我们将 学习第三个 正确祷告的规则 就是撇弃我们的自己 仰赖神的怜悯 下一周我们将谈 另一个主题 第四个 我们首先来看 加尔文牧师谈到的 这个第一个三个规则 正确祷告的第三个规则 他说到 所有来到神面前 祷告的人 无论是谁 必须撇弃一切的自夸 一切的 认为自己 有价值的东西 自我价值 总之呢 要撇弃一切的自信 对自己 功劳也好 资格也好 的那种 自信 夸耀自己 也就是骄傲 只谦卑的 否定自信 就是谦卑 那意思吗 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神 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所 没有什么可夸的 一切都是神的赏赐 恩赐 包括一些善行 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恩典 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 那样的 圣洁公义的生活 我们讲到基督徒 生活的时候 已经谈到了这些 诚意的也谈到了这种 行为的性质 然后也免得因为这样最小的事上 在这样的最小的事情上 傲慢自夸 而使神掩面不听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来到神的面前 想获得神祷告应答 一个正确祷告的第三个原则 使我们不至于 神掩面不听我们祷告的 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谦卑 排除一切的自夸 骄傲 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东西 抛弃一切的傲慢 浮浮在神的面前 浮浮在神的面前 谦卑地仰望神的怜悯 那关于这一方面 我们看到 加尔牧师提到了 在圣经当中 有很多仆人的榜样 众仆人的榜样 首先他罗列了 这个丹伊利 祷告 这里面提到了 丹伊利 祷告的同一个段落里面 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说到 我在你面前恳求 不是因为自己的意 乃是因你的大怜悯 这是个对立的感觉 我们依靠自己的意 就无法依靠神的怜悯 这是矛盾的概念 但我们依靠自己的意 就不是依靠神的 所以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 乃是因着神的怜悯 我来到面前 求你垂听 求主赦免 求主应允 不要耻眼神 因着成和这名 是称你 称为你名下的 为什么提称为你名下的呢 谈到神的应许和恩慈 上帝对他自己百姓 应许的那个信实 所以称你名下 所以丹伊利来到神的面前 根本不是凭自己的意 完全是凭着神的怜悯 赦免也是仰望神的那边 称你名下神的信实和恩慈 然后我说话祷告 承认我的罪 你悔改 不仅是承认我们的罪 他更具体的讲我的罪 本国以色列民的罪 这是代道 为他自己和他本国民的罪 为神的江山 耶和华面前来祷告 那在这里面值得 我们注意 加罗牧师谈到 丹伊利的祷告 他不是那种笼统的 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人就有一种诡诈 总喜欢我们 大家都是罪人 然后其实就降低自己 对自己罪的恶行的那种 那种深刻的反省和认识 我们人都是无知软弱的 无知软弱就可以犯罪 无知软弱就可以合理化 我们犯罪 所以我们必然犯罪 所以这个不是悔改的姿态 悔改不是说我们都是罪人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是软弱的 人无完人 人无完人就可以犯错吗 是 犯错是无可 某种程度是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当一个犯错的人 自己说人无完人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耍诡诈 他不正视自己的错误 他没有深恶的痛觉的 反省自己的过错 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们的手 是把自己隐藏着茫茫 大家都是罪人 我是其中一个 或者说我们都是人无完人的 实际上他就不是正视自己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 我们有一些是不好的习惯 我们的罪 你自己祷告的时候 除非你深刻的意识到我们国家 求主怜悯我们民族的罪 我们家族的 我们是不尽钱的 主啊赦免我们 真的有这种共同体意识的 这样的意识的时候 可以我们啊 是圣经里面有很多 为我们的国 我们的民族祷告等等 但是你为你自己悔改的时候 你就不能把自己融入到 整个茫茫的人海当中 我是其中一个 就在淡化我们自己的罪啊 所以这是一种微妙的一种不诚实 或者是逃避责任 或者是一种诡诈 所以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 常常也要求大家分享 这个自己的感想的时候 也说讲着讲着 就开始变成讲道 我们就应该这样 我们不是 我让你谈你自己的感受 不是谈别人的感受 就谈你就好 第一人称很重要 这个第一人称不会改的人呢 他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总是意识到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即使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他也不改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而是把自己隐藏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我们 你说你自己就行了 不用代表别人 别人有别人的发言 只讲自己就行了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的时候也一样 深深的意识 得罪的是我 求主赦免我的罪 当然你要主日代祷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你了 主啊 我昨天又犯错了 又骄傲了 那是你个人的罪 你个人在私下祷告前 既然代表祷告 就有一种考虑到整体这样的代表 但是你私下祷告的时候 你不能走我们 我们 求主赦免 我们昨天说谎的话 大家都跟你一样说谎了 不一定是我 就面对自己 把自己揪出来 放到神的宝座面前 正是自己的过犯 愿意接受神的 甚至审判 主啊 连绵我 祈求祂的饶恕 所以单一礼的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 仰望神的连绵 谦卑 求赦免 悔改的这样的内容 第二 大卫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这涉及到罪的问题 因为在那面前 凡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罪人 他这个不是说笼统的谈到 像我们刚才 在打马虎眼 故意的这个霍西尼 就是说他重点是说 我是罪人 凡活着的没有一个事情 包括我一样 我也不是义人 所以求神 不要审问 也就是说 迂回的 间接的说到 求主赦免我的罪 不要照着我的罪去审判我 追究我的罪的意思 以色亚先知 我曾发怒 你曾发怒 我们仍犯罪 这是事实 以色亚先知 在那个时候 乌西亚王崩 乌西亚王前后 等等这样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真的是这样悖逆 犯了罪 神责罚他了 他们还犯罪 然后他说 我们都像 当然这是开始 为整个民族的命运祷告 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异度像污秽的衣服 承认自己是罪 生命枯干 罪的结果 我们的罪 你好像风吹去 奋力抓 然后求你 不要发大震怒 也不要永远纪念我们罪 意思就是 涂抹赦免我们的罪 的意思 垂顾我们 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也是仰望神的应许和怜悯 然后谈到了伊利米 耶和华 我们的罪孽 虽然见证告我们 还求你 为你的民的缘故行事 那这个先知呢 以色列也好 他们往往是代表神的百姓 站在一个高度 为整个百姓祷告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 我们没问题 当你谈到自己的罪的时候 你用我们 这就成问题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祷告里面 充满了这种悔改的内容 然后呢 家文牧师也提到了一个 《刺经》里面的 《八路书》里面的 一个无名的作者 《刺经》之所以 《刺》呢 是因为 刺经 虽然有的人认为 这个作者是八路 但是家文说 这个不确定的作者是谁 当然 这里面卖种的是参考 《刺经》 《刺经》 大家读三连的时候 会读到这样的标符 那这个是五家大圣经 也就是说 宗教改革时期 包括之前 罗马天主教主要用的 这个是五家大圣经 所以这里面 当然不意味着 宗教改革家 就支持所有 五家大圣经里面的 刺经等等 但是他这里面 也是根据他的需要 引用这个 所以我们对待刺经的态度 也是刺经 虽然他的权威 低于正典 我们正典 66卷圣经 这个五家大圣经翻译 其实是一本的时候 包含了一些刺经的内容 所以翻过来 所以五家大里面 我们的正典的目录 加上刺经 因此加尔文牧师 就引用了这个 这个是他认为 是无关紧要的 这里面不带着错拗的 所以他引用了 所以涉及到刺经里面 有参考价值 它不同于伪经 它有参考价值 但是不意味着 它有权威 所以在这个方面 作者的观点 是支持加尔文的 所以他引用了 上主等等苦心 承认自己的 那个憔悴和软弱 等等我的神 我们在你面前抬钱 等等等等 求神的怜悯 自卑在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软弱贫穷痛苦 上主啊 求你福听垂怜 因为你是仁慈的 仰望神的怜悯 我们得罪了你 求神赦免的意思 所以这种祷告的姿态 带着自卑 带着悔改 带着仰望神怜悯的 这种姿态 所以罗列了这么多的 这样的上帝的仆人的 这样的祷告 作为佐证 正确祷告的要是什么呢 开头的时候 第九节啊 说到了这个 正确祷告的开始和预备 用一句话 就是要是啊 能够开启 正确祷告的要是什么 开启神蒙恩 祝福之门的要是什么 就正确的祷告 应该怎样开始和预备呢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啊 就是谦卑真诚的认罪 恳求赦免啊 谦卑的姿态 真诚的认罪和恳切的 祈求神的赦免 因为即使最圣洁的人 哪怕最圣洁的人 历代当中最伟大的圣徒 除非神已经 叫他白白的与自己和好 也就是说上帝如果 让他与自己先和好的话 他就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注意这两个区分 先是与上帝和好 然后从神获得帮助和祝福 也就是说除非他先 在神的面前获得罪的赦免 否则我们就无法蒙神的 领受神的这个恩典 蒙受神的恩惠恩慈 上帝先赦免我们的罪 然后他的恩典和慈爱 才能够被罪人享受好 先与上帝和好 我们才能享受神在基督里面 一切的丰富吗 丰盛吗 还在与神隔绝 被咒诅 遭生奋募的状态 是不配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的 虽然赦罪本身也是神的恩慈 和祝福的一部分 但是先和解了 先消除了罪的党强 然后我们才 祷告蒙英语 所以这是起始 这种真诚的认罪 祈求赦免是何等的重要 预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带着一个痛悔的心 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 祈求他的赦罪 清除一切的障碍 与神和好 我们才能够蒙神的好处 或者是帮助 这是信徒打开祷告之门的钥匙 在诗篇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 那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悔改不等于认罪吗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无论是救恩派 还是恩典福音派 还是基督教里面一些异端 包括一些认真虔诚的基督徒 内心当然也有这个恐慌 救恩派认为 当我们悔改归向上帝以后 既然借了耶稣基督的赦免 所以以后就不需要再 认罪了 当然就像韩国的这个异端 朴玉珠等等 他们后来因为遭到正统教会的批判和攻击之后 他们说我们没有否认悔改 因为正统基督徒或者神学家攻击 他们是认为他们否定悔改 我们没有否认基督徒今天重生得救以后的生活当中需要悔改 没有否认 但是我们认为不需要认罪 注意哈 我是在总结这个救恩派的异端的教导 那么也就是说悔改不包含认罪 悔改是持续的回转 转离恶行 心思因人的改变 他也引用原文 但是认罪什么 告白承认自己的罪 那基督既然一次赦免了我们罪 还需要承认吗 你要承认罪的话 就等于否定了耶稣完全的救赎 耶稣一次成就到永远的赦免你的罪 你还要为你已经赦免的罪认罪吗 这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号 对不对 我这么一说 很多基督徒就想起来了 其实我们内心当中也有这个困惑 一次成就永远的赦罪不是已经赦免了吗 已经不被定罪了吗 那为什么还要认罪呢 所以呢 很多异端就否认 基督徒不要认罪 你认罪就等于你不相信 耶稣的宝血的功效 不相信那个真实的上帝的赦罪 所以一次 第一次认罪悔改就OK了 持续的是改变悔改 心思一样转变 所以不需要告白罪承认罪 一一的认 不需要 真的是这样吗 加尔文牧师在这一节里面提到了 实际上用圣经已经证明 圣经强调 甚至鼓励教导 我们持续的悔改和认罪 悔改包含着认罪 悔改是心思因应的转变 这是一个总的定义 当然因着心思因应的转变 带来行为的改变 对不对 持续的改变 心思和行为上的转变 但是你悔改的表现什么 在你祷告当中就是承认自己的罪 主啊赦灭我的罪 所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大卫的例子就好了 大卫如果按照旧约的话 大卫从小就受割礼 对不对 犹太人 受了洗礼 受了割礼就不用说了 我们看到青少年的时候 他就敬畏神嘛 后来他个人犯罪之后 他也不仅是为那个具体的罪悔改 他的诗篇里面充满了悔改的 这样的内容 不只是跟八十八的问题 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五篇七节说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前 他不只是为当下我的罪认罪 甚至为这曾经幼年时 那你说这是大卫做悔改祷告吗 从不信到信 刚做觉知祷告的时候 主啊你赦免我幼年的罪 一次整理完了以后就再不 不这样祷告了 不 他过信仰生活当中 他也说求你赦免我幼年的罪前 我曾经犯了很多的罪得罪你 我虽然不记得了 但是那些罪都求你赦免 我的过犯 耶和华 求你以你的恩惠 按你的恩赐纪念我 这是一种悔改认罪 祈求上帝赦免的一个祷告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我们之前也说到了 因着受恶人的逼迫而受的患难 困苦是主观的感受 我的艰难 外在的处境 赦免我一切的罪 他言外之意 就是说我所受的一些苦 都是因为罪的恶果刑罚 神的管教 所以主啊求你赦免我 不只是求神摆平 除去这种患难 更根本的是他求神赦免他一切的罪 不仅如此 他还不仅是承认具体的罪 他还承认 甚至我这个人出生就是在罪孽里出生的 当然他不是推卸责任 将自己的恶归咎于原生家庭 在母妇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他乃是说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是败坏的 在我母亲怀我胎的时候 我就是罪人 我已经受了罪的污染 所以我这个人罪恶深重 他并不是甩锅给他的母亲 原生家庭 什么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母胎教育 所以从小就在母胎当中 按着有一些心理学教导的那种被拒绝感 就像我似的 在母妇当中 两个老人家 上面已经有两个儿子 一个姑娘了 要姑娘也有了 要儿子也有 没有理由再要个小子嘛 怀了怎么办 两个人就在晚间在那商量 准备打胎 那个时候也是赶上这个计划生育了嘛 那怎么办 我在母妇当中就受挫败 是吧 一种被拒绝感 按照那个心理学理论 我不是赞同这种说法 我是说这里面主张的 这个不是用现代心理学来理解这个经历 原生家庭什么那个概念 不是甩锅给自己的家庭和环境 而是承认自己在母妇当中就有这种原罪 罪的污染和罪性 所以他在告白承认自己的罪 他不是在抱怨他的父母是罪人 或者什么在母妇当中就伤害了他 拒绝了他 让他感到了这个玻璃心 就受到什么扭曲了 所以我现在人格就这么不正常 不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大卫 承认当下的罪 甚至为过去幼年的罪 甚至具体的罪 我一切的罪等等 甚至一生的罪 甚至他自己本身这种败坏性 我在母妇当中就有了罪 这个一生的罪 他各种各样形式的认罪 而且我们也留意到了 他求神赦免除去我一些的 困苦和患难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罪的结果 神的审判也好 管教也好 他不只是求神除去这个罪的果子 还求神赦免他的罪 因为这是因根本的原因 所以大家还记得 加尔文牧师谈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那个 前面我们说到了 就是只在乎目的 功利性的 只在乎解决问题本身 所以加尔文牧师说 你要提升你的思想 你的心思念 不要只是专注于祷告 你所关注的祷告的内容本身 要提升 在这样求的过程当中 悔改的意思就是 首先是有神光照 以神的真理的原则 以神的视角看 这个是错的 所以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个错 当你意识到错的意思 就是你的心 你的判断 你的观念 和神站在一个立场上 来看待你这个问题 是错的 承认神 所说的 神说这是罪 所以我是罪 所以我就 站在神的立场上 看见自己对神的冒犯 和得罪 心里面就痛苦 于是承认 我责罪了你 然后告白 祈求主赦免我的罪 对不对 所以悔改本身就包含着 思想上的更新 认识到 重新认识了我原来犯的那个行为 做的那个事 说的那个话 原来以为是对的 现在认为意识到错了 所以这种悔改的过程 就是一个是心思意念的改变 再就是公开的向神 道歉 承认 祈求祂的饶恕赦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不仅求神除去罪行结果 更是求神赦免 这个获得罪行的根本的罪的原因 所以有的时候 现代基督徒 包括历史上的基督徒 很普遍的一个就是 匆匆忙忙的 只是解决眼前的麻烦 所以就在神的面前 我们之前也讲了 为了解决问题而祷告 寥寥草草的 根本对这个问题 没有深刻的认识 然后只是草草寥寥的 想让快点让神解决 他眼前的麻烦 这种祷告 不是正确祷告的姿态 心思要提升 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根本 然后为着根本的问题祷告 然后也为着这个果子 现象去祷告 所以这里面 加如牧师提到了 神所定的这个次序 首先你要平息神的愤怒 获得神的饶恕 获得与神和好 我们如果是罪人的话 上帝对罪人是充满了愤怒的 罪人只是神愤怒的对象 但是首先要平息神的愤怒 于是我们要谦卑地在神的面前 认真的真诚地向他认罪悔改 祈求他的赦免 祈求他赦罪的恩典 赦免我们了 平息了神的愤怒 与神和好了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地来到神的面前 父啊 求主 主啊 帮助我 给我恩典 帮助 求帮助 所以这是就是为什么 先与神和好 然后我们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 什么恩惠等等 这个原理 这是新旧约里面所有原理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原理 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献祭那个 先献赎罪祭 然后才有什么平安祭 感恩祭 对不对 先解决罪的问题 先解决神的愤怒 与神和好 然后才祈求神的祝福 神的帮助 对不对 上帝不听罪人祷告 上帝不会祝福他的敌人 因为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 除非我们与上帝和好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神的恩助 这是秩序的问题 先和好 再求帮助 那基督也教导我们 你的罪赦了 马太福音九章二节 面对医治的时候 有的时候基督直接不说 你起来行走吧 或者你的病好了 而说你的罪得赦了 好多那样的例子 就是耶稣没有宣布他的医治 反而直接说 小子你的罪得赦了 平安的回去吧 有女的 有女的 也有弟兄 那这样的情况什么呢 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呢 可能是你的表面的这个病啊 是因着某种罪 所以呢 耶稣故意不是说 你的病得医治了 而说你的罪得赦了 当罪这个根因解决了之后 它的果子也就消失了 所以除去罪子 罪的时候 罪得饶恕的时候 罪的刑罚就没了 因此呢 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 前面我一提到 一个特别值得盼望的目标 就要提升我们的思想 这也是第一里面所谈到的 提升我们的思想 我们注重的是问题解决 基督透过这个事情教导我们 问题背后可能有深层的原因 那这个例子是罪的原因 设罪之后病就好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 祭得蒙神的恩仇 然后他才帮助我 结出与神和好的果实 先罪得到解决与神和好了 那神一致的祝福 神所有的一切的祝福 就会临到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 提升我们的思想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别是什么 基督徒的思想是 不是只是看表面 更深层的 更根本的 遇到每一次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到更深层的 不只是我们个人感受到的 背后有什么样的神的旨意 当我们思想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就被提升 不只是一个祷告的深度的提升而已 因为思想认识的提升 祷告的先后顺序 内容也会变化 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 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就是除非建立在白白连绵的基础上 否则祷告永远不会达到神的面前 为什么 我们不谈了这么多 我们是罪人 我们母父当中就是有了罪 我们年幼的时候就也犯了很多的罪 我们在知不知当中也有很多的罪 我们不只是过犯 神所不可的 我们做了 这叫做过犯 还有什么 还有亏欠的罪 是吧 我们应当要的 结果没做 不急嘛 拖把嘛 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时时时刻刻 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的什么功劳资格 唯有仰望神白白的怜悯 没有办法凭我们自己的资格 在这个基础上来寻求祷告 这个祷告才能谋应答 也就是说 既然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亏欠和不完全的罪 有些是我们意识到的 有些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的真诚的在神的面前 祷告之前 在张嘴要其他的诸多的求告 祈求之前先认罪 先祈求神的赦免 然后先拿到这个钥匙 先开始预备 起始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姿态 祷告开始预备 这是开启蒙生垂听的 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 否则的话 我们祷告没有办法打到神的面前 使徒约翰也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 必要圣免的罪 写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弟兄姊妹 可能现在的基督徒这方面比较弱 或许是讲台上教导的比较少 但是以前的基督徒呢 教会里面讲台上讲悔改的道比较多 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有点过的那个部分也有 但是比相比今天的讲台什么 讲生活呀 讲家庭啊 讲实用的那些东西 让你过得幸福那些具体的东西 那样的讲的比较多啊 但是讲悔改的讲的少了 讲耶稣基督的赦罪的讲的少 福音的性质都少了啊 今天的讲台上 普遍的 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 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扶皮疗草的去称颂神一大顿 然后没有悔改的因素 好像自己不会犯罪一样 所以张嘴之前先悔改最好啊 先悔改 然后再称颂神 再感恩 然后再祈求等等 再交托之类的啊 所以先悔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悔改时刻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的亏欠和不足 然后提醒我们要自卑 我们没有可以自夸的 然后提醒我们这种状态下 只能仰望神的怜悯 所以就让我们预备好一个 正确祷告的一个姿态 以至于我们的祷告 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啊 因为你不依靠自己 仰望神的怜悯 当然依靠基督对不对 然后依靠他的怜悯和信誓 仰望交托他 因为已经你悔改了的话 神就赦免你的罪 悦纳你和睦了 那神的一切的恩宠 也会临到我们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进入第十节里面 就提出了有一些 圣徒祷告当中 常常出现的 好像自意的那种表现 我们之前讲诗篇的时候 也提到了 一切似乎看来自意的 那样的表现 好像诗人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啊 好像凭着自己的意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得应答那样的 那样的祷告 那样的例子 我们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呢 是不是跟我们前面 所教导的冲突呢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加勒默士在石小节里面 就做了解释 首先他提到了大卫 诗篇八十六篇二节说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因为我是虔诚人 这里面提到了 他是虔诚人啊 敬畏神的人 然后西西加也提到 耶和华 求你 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在你眼中看为善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 三节哈 接着先知以赛亚 宣布他你要死了 做好准备 然后他就转过头 转过面墙 就开始哭 抹眼泪 在神的面前祷告 主啊 求你纪念我怎样 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在你眼中看为善 正的事 为善的事 那这些金王 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比较自意呀 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罪人 为什么那么 这么勇敢的 竟然称自己说 自己在神的面前完全 从完全的心 和行事正直 诚实 虔诚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只不过是表明 他们是借着重生 在神的面前 被视为神的儿女 并且神也应许 食恩给他们 什么意思 诗篇三十四篇 十五节 看顾义人 你看顾义人 这些义人 不是说 他们自己行为义 虽然在旧约当中 强调 在神的面前 行为正直完全 就是竭力遵守律法 并不是意味 他们真的 毫无瑕疵 比起这个呢 是强调他们的信心 他们因着信 敬畏神 遵行神的话 不意味着他们生活 毫无瑕疵 所以他们已经在恩约里面 已经是借着神的恩 得蒙 重生 或者是被神更新 在神的面前 借着信心 与 神和好的 被神接纳为仆人和儿女的 百姓 所以呢 神对他儿女和百姓 所施予的那个恩惠 以至于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凭着这个恩 确信 来到神的面前 我是你的儿女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已经被你称义 被你借纳的 在你面前 在你眼中 是你所喜悦的 是凭着神的恩 和这个恩约的关系 不是单纯凭他们自己 行为完全的这个功劳 我们一切所求的 都从你那里得到 因为遵守他的命令 约翰一书三章 师徒约翰教导的 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 因为遵守 为什么遵守他的命令 神的命令是什么 约翰解释了很多 神的另命令 就是让彼此相爱 神的命令是什么 信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 并且应对他的名得永生 神的命令是什么 神的命令就是 叫一切信子的人得永生 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了 那些遵守神的命令的人 不意味着 是遵守了全部 整个旧约律法 而是照着神的旨意 遵心神的旨意 信靠基督的人 那信靠基督的人 当然就像 马太飞七章七节里面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心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那这个遵心我天父旨意 我们可以从两个 一个是顺从神的旨意 那顺着神的旨意 信基督的人 因着信基督 与神和好 获得新生命 和恩典的力量 靠着圣灵 能够竭力去 遵守神的话的人 当然是神的儿女 当然是神的儿女了 对不对 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守全律法的人 才做神的儿女 那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 可以做神的儿女 是不是 因为没有人 能守全律法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他们强调的是 这个神的恩 神在基督里面 借着他们信 赦免他们的罪 重生他们 悦纳他们 作为神的儿女 神的仆人 成为神蒙恩的对象 这样的立场 他们在神的面前 可以坦然地向神求 约翰也说到 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 说到 神不听罪人 那这里面的罪人 就是指那些不可慕应 这个沉睡在 憨睡在罪中的人 在罪中睡觉的人 不渴望圣洁的人 心永远不会上升到 真正的祷告 神不听罪人的祷告 不只是因为 自以什么 像以色列书里面所说的 你们的罪如强 上帝耶和华的手 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绑壁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耳朵发尘 不能听见 而是因为你们的罪如强 使你们 与你们的神隔绝 这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比起罪阻挡 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更可怕的是 罪人他们心中 根本不愿意悔改 如果悔改的话 罪就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他们不可慕应 他们沉迷于罪中 不渴望圣洁的人的心 永远不可能 带着那种谦卑 痛悔 仰望神的怜悯 来到神的面前 圣上真正意义上的祷告 欺骗他们做了 顶多也是法利塞士的祷告 上帝在路加福音里面 称法利塞人祷告为 自言自语的说 神啊 你看我不像这个 随利如何如何 称他为自言自语 不把他称为祷告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带着那种深深的 对义的渴慕 一个人越渴慕 越会发现自己的罪 这是一定的 这是规律 越不爱慕义 越不明白义 越不晓得神的圣洁的人 他们就越自义 越在人的标准 自己衡量自己的标准里面 自满 以为自己还不错 越晓得神的道 越晓得神的圣洁的律法 标准 神的圣洁 他就越发现自己的罪物 他就越渴望 神啊 怜悯我 帮助我 让我能够 合乎你的心意 就献上真正谦卑的 悔改的 仰望神的怜悯 不敢自夸的那种 自信的那种祷告 所以这种祷告 也不是那种 OK 第二 他们不仅是因为 知道神重生的恩典 使他能够与神之间 被神看为儿女 看为他的仆人 而带着这个坦然无惧的 在神的面前祷告 所以说 我是义人 我是敬畏神的人 虔诚人 他夸的不是自己的实际生活 夸的是神的恩典 和神的关系 在神的里面的地位和特权 所以他那样夸 那第二呢 还有就是 很多的时候 他们是在神的面前 将自己与敌人比 那些恶人 他们忘记你的名字 他们攻击你的名字 他们践踏你的名字 攻击你的诚 诡谤 讥笑你 不敬畏你 不遵守你的律法 嘲笑你 他们拜偶像 他们忘恩负义 等等 他们口出 吐出狂妄 恐吓的话 等等 我却 什么如何如何如何 那这不是自义 他是与敌人做对比 求神拯救他们这些 不义的敌人的罪恶 恶待 主啊 我现在落在那些 这个未受割离的人手中 那些不敬畏你的人 如同吞尸我 像吞尸食物 像野兽围绕着我 等等 他不是在炫耀自己的意 而是对比啊 强调恶人对我们的攻击 那常常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在进行这种对比的时候 他们诉说自己的纯权 单纯 并不奇怪 因为他们盼望主 由于他们道路的公义 更加愿意拯救他们 主啊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是遵守你道的人 那些恶人如何如何如何 却欺压我们 所以主啊 求你为我们深远 是这样的 不是自义那种概念 所以我们做个小的总结 所以呢 我们并不剥夺虔诚人 在神的面前自觉清洁 像我们刚才说 那些圣徒 他们意识到自己某种敬钱 或者公义的生活 这种 他对自己的这种意识 我们不剥夺 但是问题是 确信神为安慰 扶持那些真正敬拜 他之人而赐下应许的特权 他们真正夸耀的 不是自己的清洁的生活 而是 因为上帝已经赐下应许和安慰 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敬畏神 信靠神的人 所获得的这个 神所应许的特权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靠着神的应许 神的恩 神的悦难的恩典 能够放胆地在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但是我们也要 想要 他们撇开自己有功劳的所有想法 单单依靠 神的怜悯 确信神吹听他们的祷告 就是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清洁 但是他们要撇出一切的功劳 这种自认为自己有功劳的这种想法 不要有一种任何 自己好像觉得有功劳 配蒙神吹听 有资格在神的面前祷告这种 自信或者是自意 而是单单地依靠神的怜悯 确信神吹听他的祷告 因为神的怜悯 因为神的慈爱 因为神的信使 因为神应许的特权 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蒙神的吹听 我们既蒙 四章十二节是吧 十四到十五节 里面说到我们既有这样的大祭祀 升入高天的大祭祀 所以我们就 当坦然无惧的来到他 施恩的宝座面前 为要得连续 得帮助 做随时的帮助 得蒙连续 做随时的帮助 坦然无惧的 为什么 因为有忠保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 为我们开辟了又真又活的路 使我们与神之间的隔断的墙拆毁了 使我们直接进入到至圣所神的面前 可以向他 称他为父 阿爸父 他已经悦纳了我们 所以我们凭着的不是自己 而是凭着上帝的恩典 应许的特权 忠保基督的功劳 赦了罪 然后进到神的面前 仰望神的怜悯 坦然无惧的祈求神的恩惠和帮助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们做一下总结 这是我们开始所说的 第三个正确祷告的规则 所有来到神的面前的人 必须抛弃一切的自夸 自信 必须谦卑地将荣耀归给神 然后避免一切的傲慢和自夸 在神的面前除去那些 拦住我们祷告的一些自夸 自信 还有罪 这里面说的傲慢等等 降服在神的面前 就包含着这种谦卑 包含着悔改 包含仰望神的灵敏 所以正确祷告的钥匙 我们说正确祷告开始应该有的姿态 或者是应该预备怎样的姿态 在神的面前祷告 应该带着谦卑的心 仰望神的怜悯 就撇除了所有的自义和傲慢 骄傲 对不对 自信 没有什么资格 我只是无用的器皿 无用的仆人 主啊 开恩怜悯我 真诚地向他认罪 告白 承认自己的错 无论是过去的 现在的 然后恳求他赦免 当我们蒙了神的赦免之后 那除去了这种障碍 持续地借着基督 十字架 那个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 我们现在祷告就是支取 不断地享受 然后解决这个具体的犯罪 不断地这个解决了 神对罪和犯罪的行为的那种愤怒 就化解了 我们就在神的面前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加尔牧师提供了一个 这种一个画面 假如这基督十字架 然后定十字架复活了 完成了 这个完成了 然后这是基督再临 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走 永远依靠的是这个十字架 我们在十字架下庇护 这个前行 那我在这里犯罪了 主啊赦免我的罪 然后十字架 这个一次献上永远的 十字架的功劳 就洗净我的罪 支取我的罪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持续地支取 在这里也持续地支取 支取它的效用 不是重定十字架 所以这个区别 然后持续地靠着 中宝的功劳 我们与神 在和睦当中 持取它的丰盛和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这节课我们重点讲到了 第三个祷告的 正确祷告的规则 就是简单地说 就是谦卑 仰望神的怜悯 真诚地悔改 恳求神的赦免 这种谦卑悔改的态度 来到神的面前 仰望祂的怜悯 不是自意的 傲慢的 凭着自己什么功劳的 而是深深地意识到 自己的需要软弱 无助和罪恶 求主赦免 然后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 祷告的一个顺序 入门 开始 预备 然后我们前面谈到 先解决罪的原因 设罪 然后和睦了 然后再祈求祂的恩助 这样一个顺序 祷告应该有这样的规范 所以我们应该思想 我们平时 祷告是如何祷告的 我们固然 按照一般的情况 我们会首先在意的是 我们当下的问题 迫切地解决 但是有没有意识到 我现在 我这个人 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如何 不要草草寥寥寥地 随随便便地 为了得到神的应答 就随便地 有口无心地 主啊赦免我的罪 然后去祈求神的帮助 那个我们已经在第一里面 谈到了 上节课我们也谈到了 那种有口无心地 行事的 无言潦草的 为自己 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然后求神赦免的那种情况 没有深深地体会到自己是罪人 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还求主赦免 那种有口无心的 就是为了怕安抚上帝 怕上帝的愤怒 那种异教徒的 那种意识 用这种虚伪地 祷告试图去安抚神 这是自欺欺人的 惹神愤怒的 亵渎神的这种做法 所以今天我们进一步谈到 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罪 但是求主赦免 饶恕 仰望神的怜悯 带着谦卑的心 主啊帮助 与神和好 除去罪的障碍 然后知取神的恩典的祝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祷告的姿态 你发现 加尔文是谈到今天为止 他的教导非常实用性 他的神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旨 就是实用性 为了建立大家实实在在的信仰 不是谈那些非常高深玄奥的 这不是说加尔文的思想浅很深 但是他的焦点 谈论祷告的时候 没有谈的那么抽象的 那么高深的 很实在的 一个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很实在的 马上就可以用的 听了就可以实践的 不难的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